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和普京保持了密切关系 给普京打了气通电话 爆料是否属实 距离美国大选不到一个月 这些爆料会让特朗普陷入通俄门吗 随着大选临近 拜登也卸任在即 然而卸任前的几个月 他却面临巨大的压力 飓风袭击美国 为应对飓风 拜登推迟了去德国和非洲的行程 除了飓风之外 内塔尼亚湖反击伊朗的方案 泽连斯基战胜俄罗斯的胜利计划 拜登又将如何一一应对 相关话题 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社科院 美国问题专家吕翔先生 做分析和解读 先来通过新闻短片 了解一下相关内容 伍德沃德在新书中披露了 特朗普曾在2020年 向普京秘密运送物资 在新冠疫情初期 特朗普向恐惧病毒的普京 寄送了一批供应紧张的 美质检测仪器 供他个人使用 普京在电话中向特朗普强调 不要向任何人透露寄送物资一事 因为公众知晓后 会迁怒于特朗普 特朗普对此表示不在乎 但最终统一保密 书中写道 特朗普卸任后 仍与普京保持紧密联系 两人曾通话七次 且通话时还曾支开助手 以确保通话内容私密 特朗普的通讯助理 对书中的描述内容予以否认 称伍德沃德是在杜撰故事 伍德沃德曾因曝光特朗普 任期内幕而遭到特朗普起诉 书中还提到拜登对俄乌冲突的态度 伍德沃德表示 拜登早在2021年10月 便知晓普京计划入侵乌克兰的情报 在得知普京有50%的可能性 使用核武器作战后 拜登深感不安 并指示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 告知俄罗斯美方的态度 我们看到特朗普是亲自辟谣 说书中提到的两件事情 都是无中生有的 同时他还讽刺伍德沃德说 他非常的会讲故事 但是我们看到 克工的新发言人 在之后的一个书面回应当中 是承认了特朗普 确实曾经向普京发送了 这个新冠检测的设备 但是否认了在信任之后的特朗普 跟普京通了七次电话 这次爆料的内容您怎么来看 整本书来讲 这是伍德沃德 大概是第三本以战争为这个书的标题 但这次非常简略 过去的书他写过叫布什的战争 有过奥巴马的战争 这次仅仅就叫战争 我们看到这个非常简洁的一个封面 他和哈利斯在中间 这边是普京和泽连斯基 代表一场战争 那这边就很有意思了 特朗普和这个内塔尼亚胡在一边 那么也就是说这本书隐含了一个意思 特朗普也是他的战争的一个对手 内战 内战的一个对手 所以在涉及到俄罗斯的问题上 我觉得要谨慎地看这本书 我认为作为像Woodward这样的作者 他14次 他的书14次登上这个年度非虚构内作品的 这个榜首 销售榜首 这个是一个典型的畅销书作家 接受欢迎 我相信他是有一定可信度的 但是我觉得 这种这一类的作者和这一类的作品 是美国政治生态中的一种很特殊的产品 它真真假假是参合在一起的 我个人认为可能有50%是真的 50%是假的 问题对我们读者来说 我们不知道哪一半是真的 哪一半是假的 所以对这里面 我觉得我们还要结合着其他的新闻来判断 那么如果说俄罗斯方面 根本不承认有过通话 那我觉得这通话可能确实就不存在 可能真的是作者多转的 至于这个有过一些医疗用品的交换 或者赠予 我觉得是可信的 在那个时候 特朗普为了显示 他对普京的特别关心 赠送一点点设备 这也算不上大事 当时现在看到 这个拜登一方 拿这个事情打做文章 说在这个美国最紧缺 这个医疗用品的时候 连一台灰机都找不到的时候 你把紧缺的医疗用品送给我们的敌人 这个又好像是所谓通俄门的一个 又一个新证据 但是我们也知道 通俄门这件事 从特朗普上台前就是一件事 但是始终没有成为真正的一个 有那种 怎么说 有那种实锤证据的一件事 即便民主党曾经 因为这个事 对特朗普发起过一场弹劾 其实也没有造成影响 所以在通俄问题上 这本书不会起到太大的作用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时期的 国安顾问苏珊·雷斯 她就说道 特朗普的行为 似乎是有可能违反了洛根法案 洛根法案是历史非常悠久的一个法案 它具体是怎么做要求 怎么做规定的 特朗普是否违反了这个法案呢 这个法案是你知道 它是1799年通过的一个法案 它的实质性的含义 就是说任何美国公民 在未经美国 它叫未经美国同意 那美国当然就是美国政府了 未经美国政府同意下 与其他国家 就国家的外交 纠纷进行谈判 但这个定义它是非常模糊的 假定我现在是个美国普通人 我到其他国家去见他的领导人 你说我就一定 我这叫谈判吗 对吧 实际上很多美国人 会在国外见到 其他国家的领导人 也有其他公民在美国 见到美国领导人 那这些是不是就构成 外交接触 是吧 这是一个模糊地带 所以这个法案是它通过以后 没有真正起诉过任何一个人 有过两次准备起诉 准备这个发起起诉 但是真正的这个所谓 prosecution 这个程序并没有启动 所以这个法是在美国历史上 没有发生过作用的法律 这个Susan Rice提出来 我觉得只能显示他学士渊博 不能显示这个法律会适用 而对美国来说很打脸的就是 今年已经若干外国领导人 不仅是普通人了 领导人绕过美国政府 跟特朗普进行了接触 你看内塔尼亚湖去美国 前一天还跟拜登会谈 第二天就去佛罗里达 他见了特朗普 这个你可以说是 对美国政府的不尊重 但是从法律上来说 很难对他定罪的 如果说美国公民 跟外国领导人见面有罪 那么外国领导人 跟这个美国的前领导人见面 那又是算什么呢 是吧 这里面是一个复杂的 一个法律解释问题 沃博在书中还说到了 特朗普是美国历史上 最冲动和最鲁莽的总统 他任职四年期间 所制定的这个外交政策 给美国的政坛 留下了长期的阴影 这个评价您怎么来看 这个评价跟他的书的标题 到形成了一个对比 我们开头就提到 他有三本书以战争为标题 这个布什的战争 奥巴马的战争 和这本书就仅仅叫战争 而战争的主角是拜登 在18年之后 他为特朗普写过一本叫 Fear 恐惧 一本叫Rage 暴怒 这两本书 但是然后有一本是 跟特朗普的谈话录音的整理 这三本书都没有谈到战争 就说如果他说 特朗普是一个易怒的人 情绪不稳定的人 那是可以肯定的 但是如果说到战争 那么特朗普反倒有可能是 美国历史上比较冷静的一个人 我们现在所知的 特朗普任期四年内 实际上发动的军事行动 只有两次 而且伤害是极小的 极小的 一次是在阿富汗 扔了一个巨型的炸弹 一个是在叙利亚 发动过一次导弹袭击 就这两次 所以这个相比之下 反倒是在战争问题上 现在我们看特朗普是一个 不仅在言语上 他反对一些战争 而且在行为上 也是表现得比较克制的 书中还提到了 美国民主党总统的候选人 副总统哈里斯 把他形容是拜登的一个配角 还说他自己几乎不能做外交的决定 这方面的评价 您怎么来解读呢 其实在过去的节目中 我们谈到过这个话题 哈里斯被选为副总统之后 拜登应该说 对他并没有足够的信任 因为哈里斯不是他传统的身边人 他真正信任的是布林肯和萨利文 这样的他长期跟他有交集的 甚至于在很年轻的时候 就跟着他当助理的这一批人 典型的例子就是布林肯 在拜登做议员的时候 布林肯就是他的助理 一直到最后成为他的国务卿 这些人才是他最相信的 而哈里斯作为一个外人 进入他的圈子 我们知道选副总统在美国是一个 就是推举谁做副总统的提名人 是一个各方政治博弈的结果 某种意义上都是总统参选人 不得不接受的一个后果 那么他对哈里斯的信任度 实际上是非常有限的 所以在这届政府形成之后 我们看到虽然也给哈里斯 各种各样的出访机会 但是你看他能出席的大型的外交活动 也仅限于像慕安会这样的 办官方的活动 所以在外交上 我们的观察 跟我们之前的观察是一致的 在这点上我相信 Woodward写的是对的 就是哈里斯始终是个局外人 现在距离美国大选 只剩下一个月的时间 在这个时候 Woodward的初心书 爆料这些内容 算得上是十月惊奇吗 那会对美国大选 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十月惊奇一等一般都是 我们想不到的事情 那么这本书所揭露的事情 大多数是我们想到的 虽然有些出乎意外 比如说拜登是如此的 这种喜欢标脏话 这点是出乎我的意料 我们之前也聊过 它时不时都会冒出一句 少而不易的这些词语 但是如此之多 这个是第一是出乎我的意料的 第二是这些脏话 大多数是说给了内塔尼亚胡 按说这是美国最亲密的盟友之一 这也是让我们看到 美国跟以色列关系的一个复杂性 也就是说在美国在外交上 有各种各样的利益冲突 每一个外交冲突背后 都是美国国内利益的一个分化 所以在这些问题上是比较出乎我们意料 这本书涉及到特朗普的各种内幕 实际上这都是大家要么已经知道的 要么是可以想象的 就是顺着过去已知 可以推断出来的一些事件 它构不成那种爆炸性的效果 反倒是之前我们说的 这个拜登自己的在外交上表现出来的 种种的犹豫不决 好在现在的选举 应该说哈里斯已经自己设立了 他自己的议程 我们看到从美媒已经有一些报道 哈里斯在极力打造自己独立的人设 他希望跟拜登 既不脱离拜登 但是又跟拜登保持一定的距离 所以总体而言 我觉得10月还没有结束 有可能还会有10月的惊奇发生 但是这本书构成这样一个惊奇 路透社的一份最新民调显示 哈里斯对特朗普的领先优势 已经缩小到了3个百分点 两个人目前在几个关键摇摆州的支持率 也是不相上下的 目前的选情您有哪些掌握 对于民主党来说 这是了不起的成果了 你要是回头看6月下旬的民调 那是特朗普在几乎所有的 这个摇摆州都处于绝对的领先地位 特别是在四个所谓阳光地带的州 那是已经那时候 甚至于在我这样的观察者来看 如果按照6月下旬的数据 那么阳光地带的四个州 四个摇摆州已经不是摇摆州了 就它的数据已经变成了共和党的州了 但是 就是哈里斯被换上之后 这个情况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变化 这个变化就体现在特朗普已经取得的这些领先 已经被基本上抹平了 现在在七个所谓摇摆州 不管是特朗普领先还是哈里斯领先都在1%以内 在1%以内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 七个州都处在典型的摇摆状态 对于民主党来说 走到这一步 他们已经很了不起了 就说你甚至可以用力挽狂澜这样的词汇 来描写这一次惊心动魄的换帅事件 所以现在看民主党的目的是达到了 所以最后的 今年也是少有的一个 对我们这些观察美国政治的人来说 是少有的一个局面 就是最后20天 我们依然做不出一个明确的判断 虽然我个人综合各种数据看 我觉得哈里斯处在微弱微弱 非常小的一个微弱的地位 微弱优势的地位 但是能不能确保胜利 确实我们没有一个确切的断言 好 谢谢吕先生点评分析 下节回来继续带您关注 飓风 以色列 俄乌冲突 拜登卸任前压力巨大 请问话题们稍后继续来分析 一会儿见 新闻解释谈 欢迎您回来 拜登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 进行了7周以来的首次通话 有分析称 白宫在淡化两人的关系紧张 美国白宫9号称 拜登与内塔尼亚胡 进行了自8月21号以来的首次通话 美国副总统哈里斯也参与了电话会议 拜登在通话中 谴责伊朗在10月1号对以色列的袭击 并强调需要通过外交方式 让黎巴嫩和以色列平民返回家园 拜登也敦促以色列 尽量减少对黎巴嫩平民的伤害 内塔尼亚胡办公室证实 上周特朗普致电了内塔尼亚胡 祝贺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 采取了密集且坚定的行动 对此 白宫一方面否认 美国目前存在两个政府同时运行 一方面也警告以色列 不能让黎巴嫩成为下一个家杀 随着以色列离拜登希望实现的 停火协议渐行渐远 拜登与内塔尼亚胡的关系 也持续紧张 前《华盛顿邮报》记者 伍德沃德在新书中披露 拜登私下对内塔尼亚胡充满贬低 认为他谎话连篇 另外 飓风米尔顿9号晚 以三级强度登陆美国佛罗里达州西海岸 飓风及次生灾害造成12人死亡 超过300万户家庭和企业断电 因应来势汹汹的飓风米尔顿 拜登推迟了访问德国和非洲国家 安格拉的行程 助阵白宫应对飓风 在拜登跟内塔尼亚胡通完电话之后 白宫似乎是在淡化两个人之间的 一个紧张的关系 包括刚刚咱们说到 在乌德沃德新书当中 也爆料了拜登私底下 经常对内塔尼亚胡爆出口 两个人现在的关系究竟怎么样呢 很紧张 其实内塔尼亚胡 对两届民主党的总统 这关系都非常紧张 对与奥巴马的关系非常坏 是吧 曾经发声过访问华盛顿 直接去国会演讲 而不见奥巴马的这样的事件 对美国来说可以用丑闻来描述的 同样这一次刚才我们提到 见完头一天 见完这个拜登 第二天去拜访特朗普 然后现在是紧紧又用通话的方式 这个通话应该还是美国 主动提出的通话 是为了阻止以色列 现在试图让战争行为升级的 这么一个举动 因为出于选举的需要 拜登现在是不愿意看见 以色列或者说整个中东局势 来打乱他的外交的进程 几乎你在看所有的外交问题上 拜登在国内的支持率都是 或者叫认可率都是负的 都是负面的评价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们也不希望 这个内塔尼亚胡用他的升级的 战争升级的行为来给特朗普加分 实际上我们看内塔尼亚胡 在过去几个月里面 实际上已经把所有的赌注 下在特朗普身上了 但是在民主党换帅之后 现在包括内塔尼亚胡这样的政治领导人 现在心里也在打鼓 万一民主党赢了呢 所以现在他也处在一个 对内塔尼亚胡来说 也处在一个左右为难的地步 他现在肯定也不敢把所有的赌注 都下在特朗普身上 另外受到飓风的影响 拜登是暂时推迟了访问 德国和安格拉的行程 留在国内来应对风灾 现在美国两党也开始围绕着 救灾不力大大口水仗 您觉得现在围绕救灾的问题 是否也成为了两党竞选手段的 一个表现呢 当然是 每次有重大的灾害 都会有一方或者两方同时 指责对方面对灾情 这个处理是不利 其实我们印象可能更深的是 2005年美国的Katrina那一场风暴 对德克萨斯州的 这个严重的冲击 对后来小布什的声誉 造成的可以说是一声的打击 到现在美国人说起 Katrina的这种伤害 都依然好像历历在目 那么这次风灾 它虽然造成的损失也很大 但是画面感上应该说 还不如当年的Katrina那么影响 影响那么大 而且我们看到比较有意思的是 哈里斯副总统对媒体说 为了了解灾情 他给德桑蒂斯打电话 德桑蒂斯不接他的电话 拜登去视察灾情 德桑蒂斯躲在一边不见 这也是就是总统 作为国家领导人 和州领导人之间的矛盾 这个由于党派的关系 走到这一步 对美国来说 我认为是非常不幸的 这个联邦政府 与州政府之间的如此的不协调 这对救灾肯定是没有帮助的 当然另一方面 德桑蒂斯也在说 政府该给的都给了我们了 我们谢谢了 就这种轻描淡写的 就把这个事情就说过去了 好像怎么说 好像他们跟国家没有关系一样 其实这是一个根本的党派利益 是吧 他不愿意联邦政府 就是不愿意总统和副总统 在救灾过程中 好像有任何的起到作用的 这样一个印象 这种是令人感到悲哀的 拜登原本是计划 10到13号访问德国 期间会同英国的首相 法国总统和德国总理 进行四方会谈 一起来听取 泽连斯基的这个胜利计划 现在因为飓风的问题 推迟了访问德国的行程 最失落的恐怕是泽连斯基 对乌克兰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影响会非常大 如果按照原来的计划 今天是吧 这个时间 拜登会跟德国 英国 法国领导人坐在一起 听着 泽连斯基再次汇报他的所谓胜利计划 这胜利计划 其实我觉得都在玩滑洋 谈了很多胜利计划这个词 所有人都听到了 内容是什么 始终也没有公布过 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 那么从媒体的报道来看 大概会是三方面 第一方面要乌克兰希望西方国家 北约国家能够给乌克兰提供那种 能够打击俄罗斯纵深的武器和弹药 这个我估计是很难做到的 第二点要持续地给他们经济援助 这个也很难 第三是要在几个月内 让乌克兰成为这个北约国家的 北约的成员国 这是他的三个 和胜利计划的三个要点 尤其要几个月内成为北约成员国 这个是一个不可能达到的目标 本来是可能四大国要坐在一起 来一块说服 泽连斯基要现实一点 你的胜利计划 最后要公布的胜利计划 应该现实一点 但是现在这个机会也失去了 所以我猜这个会议如果还要举行的话 很可能是在大选之后了 那那个时候不管结局是什么 不管结局是什么 这个拜登的发言权已经是大大的削弱了 即便是民主党赢得了这场选举 那个时候大家已经认为领导人已经不再是他了 对吧 要等着哈里斯来处理这些事 所以如果是特朗普赢得了选举 那更不用说 那完全是another story 是吧 另外一个故事 拜登访问非洲国家安格拉的行程 如果说成型的话 那将是拜登在任内首次访问非洲 为什么在他执政的末期要去非洲访问呢 弥补吧 他一个缺陷吧 这个其实大家谈的比较多的 非洲当然他要表示一下 他会去 这是美国领导人 当然像奥巴马的时候呢 他会作为 由于自己是黑人 他去非洲赶得更自然一点 但是拜登这些人呢 他们也会做一个姿态 通常会做一个姿态 要表示他们也关心非洲 另外一方面呢 也确实美国舆论都在强调 中国在非洲取得了巨大的影响 而美国似乎被撇在一边了 那么作为他这个执政末期 来在非洲做一个旋风式的访问 其实没有实质性的目标 但是要表示一下 这是一个表示 所以我估计这个非洲访问 大概会就不会再提起了 另外当然大家也还在议论 他还没有访问过中国 作为总统还没有 那么是不是在11月选举之后 会有安排 这个我们到选举结束的时候 再做判断吧 非常感谢吕翔先生的点评和分析 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近日谈 再会 再见 再见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